大家好 这里是大叔说花 这两天有朋友咨询我一个问题 说圣心百合因为容易泡烂杆 所以网上有一些流传 说是不用水干养就可以 能养个十几天 说实话我也不确定行不行 咱们就来做一个测试 这个圣心百合是我买的 北京本地的圣心百合 应该说它的新鲜度是非常好的 我买了两张因为两个颜色 一个橙色的一个白色的 咱们一样买了一张 买完以后这个花我在花店里养了两三天 应该说保证水已经全部都吸上了 我买的时候都没开 现在已经稍微有点开了 咱们现在来测试一下 我一个瓶装的是保安剂 就是自来水加保安剂 另一个瓶是用宽水瓶这个是空的 就没加水 因为我在网上也看了一些视频 我发现他们装的瓶都是口比较小的 就是花缩的比较紧 我觉得这样是不是可以让水分挥发的慢一点 所以我特意找了一个小口的瓶 宽水的瓶 正好能插四只 咱们来测试一下 它到底行不行 我以后每天至少喷两到三次水 就是不加水瓶 喷个两三次水 咱们到底看看它行不行 现在咱们室内的温度是22.5度 湿度是48% 好咱们看看到底这个盛心百合不加水能不能养活 现在是第二天 应该大概差不多17个小时以后 有点出乎我意料 这个没加水的这个确实还是活着呢 而且活还挺好 当然我喷水的次数可能也相对多一些 但现在看确实这还是真的挺不错的 这是那个用保安剂的 17个小时以后 确实还是挺好 咱们再往后看啊 这是两天以后啊 咱们看一下 这瓶是没加水的啊 确实还是不错 没有脱水的迹象 我一直也喷水啊 次数可能比较多 这瓶是加水的 这是用保安剂养的 两天以后啊 没加水这个确实 看上去还不错 没有脱水的迹象啊 现在是三天以后啊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瓶是没有水的啊 这瓶是有水的啊 三天以后 没水的这个 开的还是确实不错啊 咱们看看能坚持几天啊 咱们这四天以后啊 这瓶是没加水的啊 真的还可以啊 还不错啊 这瓶是加了水的 四天以后 可以看到水并不浑浊啊 大家可以看到这感是有点问题啊 但是倒也不至于说到烂的地步啊 好咱们明天再看了 现在是五天以后啊 这个橙色的花 最下面的已经有问题了啊 白色的还好啊 咱们再看一下这泡水的啊 这个橙色的最下面好像也有点问题啊 但是不是很严重啊 两个对比一下 没有那个严重 经过这么几天啊 这个水还不是很浑浊啊 静感的末端有一点变色啊 这个泡水的呢 比不泡水的好一些啊 咱们现在是六天以后啊 因为我白天没空了 回到晚 咱们简单看一下啊 矿井水的皮是没浇水的啊 这个橙色最下面的左 可能有点有点不好了啊 白的还是挺好 这玻璃皮是水的啊 看一下 总的外奖还不错啊 实际上这个杆可能有点变色 但是水其实还是挺干净的啊 咱们这是七天以后啊 咱们看一下这个盛心百合的情况 室内温度24.5度啊 湿度大概58%左右 这块是没有加水的 咱们先看一下这个没有加水的啊 橙色的这个下半部分的花有些问题了啊 白色的还是没什么问题 看着全都开了啊 咱们再看看这加水的啊 这个水呢 我今天换过啊 其实水是不脏 但是呢 它那个杆的尖端有点变色了 有点烂 所以我给它剪了 换了新水啊 白色的也都是没问题的啊 但是其实橙色的这个下半部分的花也会有点问题 比不加水的稍微强点但是差不多啊 咱们对比一下看啊 左边这瓶是不加水的啊 右边这也是加水的 咱们再观察两天看看 到底最后结果怎么样啊 现在是八天以后啊 咱们看一下这个神星百合的情况啊 这个是没有水的啊 橙色的下边不行了 白的还可以啊 这个是加水的 我昨天换了水啊 还是很清澈啊 两个对比一下感觉 加水的稍微好一点啊 咱们现在水温度是25度啊 湿度大概38% 咱们现在是9天以后啊 就是说已经10天了啊 咱们看一下这个花的情况啊 我现在无力温度25.7度 湿度就是33%啊 这种环境 这个是没有加水的啊 白色的感觉还行啊 但是这个橙色的看 下边的花就比较差了啊 咱们再看一下这加水的啊 水还是很干净啊 嗯 从状态来讲啊 明显感觉比这个不加水的好一些啊 咱们对比一下这两个红色状态啊 总的来讲加水的明显的比没加水的 状态好一些啊 开的好一点 但是呢咱们应该说不加水也不是不行啊 也是可以的 虽然说最后的结果可能没有加水好 但是能到10天啊 没加水能到这种程度也是非常出无我意料的啊 就是说明呢不加水的话 应该问题也不大啊 好我明天就不拍了啊 咱们我觉得大概的结果也出来了 不加水10天能这样效果也算不错了啊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白色的开的明显的比橙色的好 说明白色品种更金氧一点 而且呢 加水的这个呢 我其实在店里一氧了两三天了 呃今天应该是第14天嘛 13天 所以说可以看到 这个盛心百合确实是一个非常金氧的花啊 就是花期很长 好那咱们这个盛心百合的测试呢 就拍这么多 呃希望对大家的也帮助吧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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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